下車一下 下車 下車 駕駛關車窗接著倒車 試圖落跑 幫我擋他 下車 後方Uber車被撞 嚇一跳更恐怖的來了 嫌犯朝遠景衝撞 當下人直接倒地 這時要先救人 遠景躺在單架上 已經上救護車也固定好了 不幸中的大幸 是遠景意識清醒 沒有生命危險 但被嫌犯開車衝撞 腿部骨折 牧集全程的Uber駕駛想起來 還是心有餘悸 怎麼也沒想到 開車看到警方抓嫌犯 還無辜被撥擊 衝撞警察就發現 台中大理大明路永龍路口 17號半夜 警方依規定在路口巡邏 看到轎車微停上前盤查 意外發現是通氣犯 這部圍停的自小客車的時候 當他輸入他的證號 發現是一個通氣犯 46歲卓姓男子 是毒品通氣犯 在台中被通氣 寒查過程中 見事蹟敗漏 撞警逃逸 手腳的部分都有擦錯傷 另外腳踝的部分 有骨折的情況 警方在抓嫌犯過程中 一度對空鳴槍示警 沒想到毒犯狡猾 直接開車撞人 接下來受傷援警 先開刀治療 至於通氣犯 警方會依照車牌 以車追人 TVBS新聞 陳舒賢黃國軍許又翔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